上次說到宋軍元帥高懷亮離開秀州,衝敵營回京城頒救兵。 想不到在敵營被藍塘元帥林文綫折住。 在六年之前,這兩位元帥交過風,高懷亮被林文綫打落馬下,看似一命烏夫的時候。 幸好矮仔逢貿出手相救,才幸免一死。今天又遇到林文綫,真是冤家路窄合路相逢。 高懷亮害怕也沒用,四圍看著,前後左右喊半是藍塘兵馬,自己孤零零被圍著在中間。 現在唯有頂硬相,他就說了,林元帥,我是高懷亮。 啊,高懷亮,別來無讓啊。 林元帥,請問我大哥高懷德現在在哪裡啊? 啊,你大哥啊,你大哥投了行啊,現在和本帥同殿清神。 亂說了,我大哥不會這樣做的,信不信啊,由得你啊,廢字和你鬥嘴啊。 高懷亮,我問你這件事,你們被困在壽州六年,哪裡來這麼多糧食啊? 啊,高懷亮的心就想了,哼,你先頭不跟我說真事,我何必跟你說真事呢? 現在醒來的事,不能讓他知道的。 那不如說別的事,嚇一下他,他就說了。 林元帥,你以為困在壽州就會餓死我們嗎? 老實說,現在壽州的糧食還夠我們吃十年那麼久啊。 你想知不知道那些糧食在哪裡來啊? 是飛鼠偷離給我們的啊。 這些就是真天子百靈相助了。 你們這運輸定了。 林文士一聽,經過頭殼頂飄演, 呀,呀屁,我不死你們就打死你們。 你是我手下大張,還敢來衝贏? 你真是未知他死字怎麼寫的。 哈哈哈哈,今天我不動手住,就等我的先鋒官來跑制你。 講完,林文善入下手, 那由他右邊,有個將軍趕馬跑到高懷德的前面。 這個將軍三十八九歲,牛高馬大就鬍鬍鬍鬍, 整身金盔金甲,手中一對大鐵鎚, 這對鎚,起碼有百多二百斤重的。 他衝出來,對高懷亮講一聲, 我是南塘大先鋒呂文江, 跟著提馬向前,舉起兩隻大鐵鎚, 就撥到高懷亮道。 高懷亮的心想, 一個林文善我都不夠打了, 何況又來多個先鋒呢? 三十六計就走為上計了。 想到這,高懷亮就低頭閃身, 被呂文江相除, 趕馬就直接衝上林文善隊伍裡頭。 那些藍塘軍術又沒有防備, 他強行衝過來, 一時亂了陣腳, 被高懷亮一輪晚衝, 就衝過去。 林文善見到, 馬上猛攻搭戰, 大聲喊手下閃開兩邊, 對著高懷亮的背脊, 嘶嘶嘶嘶, 就是三箭。 本來以高懷亮的功夫 就完全避得開這三箭。 哎呀, 但是好壞不壞, 藍塘的副先鋒呂文宗, 手提同槌就攔著他前邊。 這個呂文宗, 是呂文江的弟弟, 兩兄弟就做了藍塘軍的正副先鋒。 高懷亮這一輪就慘了, 顧得前邊就顧不得後邊。 掛著被呂文宗的同槌, 啪! 被林文善一箭射中背脊那塊護心頸, 護心頸當堂碎了。 第二箭又到了, 慘了, 護心鏡爛了, 就沒有東西擋箭, 那支箭穿過衣甲, 直插入背脊。 接著第三支箭, 啪聲, 就射正去大腿。 高懷亮受了傷, 就衝不過去了。 那些藍塘軍就一起湧上來, 想捉他。 沒多久, 高懷亮被人砍了五刀, 哇! 整身血淋淋, 整個血人那樣。 他的心想, 糟了糟了, 這個人死定了, 幫萬歲翻京城請救兵的事, 又要指以帝哥了。 我現在人單力薄衝不出去, 如果被藍塘兵捉住, 那就死得更慘了。 不如一死二身殉國好歌吧。 他想定了, 調轉槍頭, 拿槍尖, 對著自己喉嚨那裏, 就準備自殺身亡。 就在千鈞一發的時候, 突然間對面就亂了, 好像翻江倒海那樣。 那些藍塘兵, 嘶嘶嘶, 走不走。 有些一邊走就一邊叫, 死啦! 不得了啦! 不知哪裏來了個黑面臣, 他殺人不眨眼的。 快點避開啊! 走得魔的就沒命的啦! 那些老婆小孩就要給人家咯! 那邊的人一亂, 就當堂衝亂了林文善的陣腳了。 那些人又搞到你衝我撞, 誰都攔住了。 林文善女文綱, 女文綱嚇了一跳。 咦? 為什麼被人從外邊衝進來的位置? 先去看看。 這陣子, 只見對面一匹箭馬, 好像飛般爬過來。 哇! 厲害啊! 這匹是烏追馬來的。 這隻烏追馬, 好像蛟龍出水, 又如猛虎下山, 衝進人群裡, 又踢又咬。 騎馬上的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年輕人。 這個年輕人, 臉黑黑, 黑中透紅, 好像酸枝木一樣色的。 他除了牙是白, 眼是白, 其餘都是黑的。 他龍眉大眼, 虎背紅腰, 背脊什麼一支? 水磨鋼邊, 手提匠白蛇毛槍, 真是有如張飛在世。 只見他雙手按到那隻匠白蛇毛, 噴噴聲, 一路就殺入蟲衛。 高懷人一見, 亦不理他是誰, 立刻就喊過去了。 小將軍, 你是哪位啊? 這個黑面小將就回答他, 老前輩啊! 你不用怕啊! 我們是自家人來的! 哦? 你是誰的後代啊? 別急著, 讓我打多一陣, 過一陣, 等一陣, 再講都未遲。 黑面小將講完, 將這匠白蛇毛一韌, 噴噴, 矛頭的紅鷹, 稍有整隻面盆口那麼闊啊, 誰買來, 受死! 嘩! 他一開聲, 好像行雷那樣, 震到那些人的耳朵, 轟轟轟響響響。 對了, 這位小將軍是聲甚名碎呢? 嘩嘩! 原來他就是羽南王鄭子明之子, 屠三春所生的, 名叫鄭欣, 今年一十六歲。 鄭欣又為什麼會來壽州這樹呢? 要講呢, 就要由八年前講起了。 那一年, 趙康印酒醉桃花公, 就殺錯了鄭子明。 後來鄭子明老婆陶三春就兵困五門, 逼著趙康印答應了他三個條件。 將韓素梅、韓龍兩兄妹處死, 為羽南王報仇。 封他兒子鄭欣, 繼承父親的職位, 即是做了王爺。 這樣, 屠三春那條氣先順一點, 就叫兒子鄭欣為父親首孝三年。 鄭欣雖然當時剛剛才十歲, 知好生性, 就住在父親墳墓邊首孝, 他每日清茶淡飯, 就習文念武。 有一晚, 月朗升高, 鄭欣在父親鄭子明墳墓前邊, 就扣了個頭, 接著走到沒有多遠的樹林邊, 一塊平地道, 就練拳了。 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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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努力, 練到一身大汗。 練完一路拳, 他突然發現月光下面, 有個人影。 咦? 是誰來呢? 他順著黑影, 就找過去了。 走到一塊麻石邊, 只要有個人, 咚咚咚咚站在那裡, 咦! 嚇了鄭欣一跳, 就立刻集開個馬步仔。 誰? 說, 無良天尊, 是貧道啊, 你過來啊。 鄭欣就走過去一看, 嘻! 原來是個老道士。 賤道士的樣子很慈祥, 下巴一堆白鬍鬚, 長得倒到胸口。 左手拿著一支陳佛, 真是仙峰道骨, 整個神仙下凡那樣。 老道士旁邊, 有一隻小毛蕾。 鄭欣是個小孩子, 小孩子好奇心, 特別重。 看見貓仔啊, 狗仔啊, 馬仔啊, 雷仔啊, 當然要看下, 轉下的。 他見到一隻雷仔, 當然好開心。 不過這隻雷仔, 亦生得好過癮。 整身的毛髓, 黑到發靈。 還有個白眼圈, 白肚皮, 白嘴巴, 四隻小白蹄。 啊! 樣樣一些白, 整身黑。 鄭欣忍不住, 多多手, 動手, 摸你看這隻雷仔的小房子。 誰知道這隻雷仔, 惡得起隻飛, 兩隻小房子一抰れてえスカット, 用爐頭一撞, 雷厚寵, 撞去正因, 正因失懈無神。 一撞鼻撞不住。 被他撞到胸口 너무痛, 被他CHOO. 擠一撞去 Kris. 就沒有 Feels, 心思思, 又想摸一條雷尾, 誰知道雷仔, 抬起踵刀。 这魂惨了 踢到正印滚了落地下 打了个后滚回 这样老道士才挖了女仔一眼 畜生 这么恶做什么 人家跟你玩而已 哎呀 那只女仔又多有性的 被老道士一喝 即使两只耳朵一蹲就蹲回来 站着动都不敢动了 正印爬起身 摸摸摸摸摸 眼檻是屎乎仔 望下这女仔 又望下道士 哎呀 什么这个道士这么本事 教到这女仔 这么听话 她不由得好佩服 就行礼话 道士 你好 老道士就说 小孩子 你不懂爱人 叫我做先掌才对 先掌,先掌后不掌,得老不得大,不好了,就叫你做老道士吧 不行,要叫先掌,如果不叫我做先掌,我就有只雷仔踢你了 老道士说完,吹声口哨,那只雷仔即时竖起两只耳朵,滴答滴答,冲到郑恩那里 嚇到郑恩一边走就一边说,我叫了,我叫了,我叫你做先掌 老道士又吹声口哨,那只雷仔即时停下,发雷尾就走到道士身巾 郑恩一见又开心,哎哟,这么好玩的,这只雷仔在哪里买的 好,第二天叫我妈买回就让我玩才行 先掌啊,你干嘛来我这儿啊? 貧道混游仿游,路过这儿见到你正在练拳,就过来看看 先掌啊,那你说我的拳用不用呢? 啊,一般的,还没救我的雷仔这么本事呢? 哎哟,你拿我和雷比啊?找我老陈?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来的? 郑恩就放在少王爷的款子,拿着拳头,登着老道士 老道士就笑笑口地说,你叫郑恩,是少羽南王,今年十岁 你爹爹叫郑子明,你妈叫陶三春,对不对? 咦,仙长啊,你怎么会知道的? 我会看上算命,算得出来的咯 哼,那些东西我才不信了 我妈跟我说过了,尖挂算命那些东西都是滚人家钱的 哼,信不信,也有得你咯 不过先头你摆起少王爷的款子 想似世欺人啊? 哼哼哼哼,我告诉你,小孩 你的皇位是执回来的咯 都不是用你的本事去拼回来的 哼哼,是你爹拿命换给你的 你爹羽南王,帮赵康人打天下 爭倒王爷来做,大家都服气 但是你呢? 什么都不懂就坐上了皇位,臭死人啊 哎呀,正印被老道士说到面红红了 那平时他在皇府一呼百应,多老的人看到他都要扣头 叫声小千岁 他要扭手打人,打着哪个哪个就不幸了 没有人敢还手的,何时听过老道士这种说话 他真的想发火的了 想着想着点,又是呀,我的皇位是爹拿命拼回来给我的 只不过将来自己都有本事拼回来的,于是他就说了 宣长啊,我现在练功夫,以后我就像我爹那样立功建业了 争回皇位 老道士就说了,哎呀,以你现在练的功夫,练到老都没用的 挨打得有份 你乱说了,我妈教了我三年功夫,谁都不够我打,现在 你妈的功夫是好 知其肉赤的儿子,不舍得你吃苦 你不厉害的 喏,不适合你拿两只手来拉我 如果拉得动我呢,就当我输 那只雷仔,我就输了给你啊 哎呀,真的吗? 哦,那,那,咦,先长,那我们先勾一下手指 拉不给反口的啊 行,不过如果你输了呢 我叫你做什么,你就要做什么的 好啊,那他们两个人伸着食指出来勾住 一路奉,正恩就一边说了 勾勾手,勾手指,如果谁反口就吃狗屎 正恩家人很开心啊 十岁大的儿子,要他来看坟守孝啊 虽然日头有两个家人来服侍他 但是没有儿子来和他玩,又没有人来和他聊天 那今天只有老道士这么好和他玩,当然是开心的了 这个时候,只见老道士走开几步,就伸了手出来 小孩,来啊,拉了嘛 来,不是看正恩是个小孩儿子 只要他吃得睡得,生得大大够够 又自小跟他妈淘三春练过功夫 那平时托一百几十斤的东西呢,就狠狠的 他这个时候见过老道士瘦猛猛,他就说了 宣长啊,来,你站稳点啊 不是让我拉跌你,摸崩的牙子就不关我事的 一字说,他一字就收起一个小马步 雙手捉住道士的手,出来向自己的身上一,拉 咦?老道士动都不动啊 两脚好像生了一斤那样 正恩又再拉第二次了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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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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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正人倒吞幾步,啼啼就蹲了落地下,哎呀,蹲到那兩邊屎屁燈,紅了,坐在地上眼光光,老道士入手就說了, 小孩,過來幫我玩鞋,我,我,我,不肯,誒,剛才你說過的,如果你輸了,我叫你做什麼你都要做的, 大丈夫牙齒當今世,快點過來幫我玩鞋,嗯,嗯,真是被你氣死人了,各位,你別看鄭印是個小孩,他身份是認真了不起的,在家是個獨仔,上朝是個大官,人人見到他都要叫聲雨南王小千歲, 平時人家代他,就什麼時候都是侍候他,什麼時候有他侍候過人的,不過話又說回頭,這個小孩性格敦口老實,加上他媽媽陶三春又教旨有方,從來都不中他的,所以老道士現在叫他玩鞋, 但是呢,鄭印就知道自己輸了,要有口齒,聽人吩咐啦,只見他站起來,啪啪啪啪的沙塵,就走到老道士前邊,護低身,就剛剛想幫他脫鞋, 誰知道老道士突然一噴,將腳上那隻草鞋就噴出五六呎軟,跟著他就哆哆嗦嗦地說,哎呀,人腦真是沒用了,一遞著腳,就連鞋都噴掉了, 小孩子,去幫我撿一隻鞋回來,穿過它,鄭印什麼都沒說,就去撿那隻草鞋回來,死死地氣就幫老道士穿好,哈,剛剛躲起來了,老道士又,哎呀呀呀,在那裡喊了,鄭印就問他做什麼,原來他說我身體很癢,又失膽,跟著另轉變,就叫鄭印幫他勾背脊, 鄭印有幾聽話的,伸著手進去,就拼命拉拉聲幫他勾背,這時候老道士的心想,嗯,這個小孩子有得教了,只要他肯用功,我要他七寸蛇仔都變猛龍,不過壞就壞在,他惹性些,日後收了他,都要收下他的心才行,想到這時候,老道士, 拿起雷仔的那條薑承就說了,小孩子,我走了,哎呀,仙掌呀,你不要走著啦,有什麼事呀,你,你教幾招給我,行不行呀,唉呀,你見我的啦,剩下半條人命,要人幫我玩鞋,勾行,哎呀,沒用的,沒用的, 不是,仙掌呀,你,你很有本事的,連這雷仔都厲害過我,你教幾招給我啦,師傅, 正恩講下講下講下,還跪下扣頭,師傅在上,小道扣頭給師傅,哎呀,別叫住,嘿嘿,我被你叫小了啦,以你這樣的歲數,不叫得我做師傅,要叫師爺,師爺,嘿嘿, 正恩家正恩復殺這個老道士,又想學東西呀,叫他托托,他媽的叫師爺,師爺那樣,老道士就說了,起床啦,你想跟我學功夫,捨不捨得離開你娘親呀,啊,哦,師爺呀,學到你的東西,我什麼都制的, 啊,不准上家的,哦,我不想,好啦,那你靜靜入屋執些東西,跟我走先,不要告訴別人知道,哦,哦,那老道士臨走的時候,又留下一封書信放在屋裡,那封信上寫著,他帶走正恩上山學藝,叫陶三春不用掛仔,藝業學成之後, 他就會回家的啦,就這樣,就這樣,老道士騎上雷仔,帶著正恩出了變良城,去到陝西華陰縣,西岳華山,稀而洞呀, 是啊,那這個老道士是誰來呢?哇,厲害呀,原來是大宋朝明陽四海,富如皆知,威震華夏, 德高望重的老隱人,姓陳明團,道號希兒,自稱瑞仙,世人叫他做希兒老祖呀, 那各位,希兒老祖呀,帶正恩上山做什麼呢?當然是教他功夫啦,為什麼要教他功夫呢?明天再說啦。 所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